是我做的 皇上已经命永齐 将林云彻扔去了乱葬岗 也算是泄了愤 这件事就算了了 再也不会伤害姐姐了 我知道姐姐要我不要轻举妄动 可我是为了姐姐好 我自问为了姐姐 并没有做错 你若生气 可以打我 可以骂我 可你真的觉得我做错了吗 其实林云彻是明白时局的 是她愿意为了姐姐去死 她不希望 姐姐的清白 被她玷污 宁以自己一死 彻底解了姐姐的困境 幻姐姐安然无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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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还给了我一枚戒指 是她跟魏燕婉的定情信物 后头 有着燕舞云间的图案 合着两个人的名字 她希望 可不是 有一天这枚戒指 可以帮到姐姐 我已经查到 用吉尺的香荀可能有问题 我能查清楚的 等我查清楚了 就换给林云彻清白了 林云彻死前 我问过她 对姐姐究竟是何种情感 她说 有一种情感 是超越男女之情 她说姐姐懂的 你 在这红墙里边 在我寒冷车股的时候 给我温暖的 是你和林云彻 你我相伴多年 但林云哲亦是互相扶持 无关情爱 谁有相知呢 海澜啊 我知道你那么做是为了我 可是你不该这么做 你走吧 我都很想念你 我都很想念你 李云忠 主 是皇后 是皇后下的时候 是 还听说皇上命人把李云忠的尸身 扔到了乱葬岗呢 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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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事了 怎么了 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 昨天晚上高热耕声 突唤清风 连太医都没来得及之后了 已经无事了 怎么会呢 怎么会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阿哥 都死了 都死了 我不怕他 孩子 我也不怕他们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啊啊啊啊